您好 欢迎收看全球现场深度周报 我是图文成 这星期首先要带您来看的话题是 社群平台的短影音是现在深受欢迎的娱乐模式 连经典文学都因为短影音而意外的造成热销 在网红推波助澜之下 英国百年书店在七月份卖出的历史小说 双成绩的数量是以往的十五倍 短影音成为了行销利器 但是专家也提醒 对大脑尚未完成发育的青少年来说 还有儿童来说 长期观看仅有十多秒的短影音 恐怕会影响脑部发育 英国伦敦最古老的书店哈查兹 有着朴实却典雅的装潢 书店选书以历史政治和小说为大宗 是爱书人不想错过的买书句点 七月份书店罕见地涌入不少年轻的课层 而且指定购买英国作家迪更斯的双成绩 书店说以往一个月平均会售出一本 但七月份却一口气卖了十五本 原来是TikTok抖音出现大批到书店买书的短影音 买的正是双成绩 其中一则在哈查兹书店拍摄了影片 观看人数突破了八十万 为什么买的是双成绩呢 店家猜测这一本在1859年出版 以法国大革命时期为背景的历史小说 场景串联了巴黎和伦敦两大城市 吸引抖音用户拍下朝圣的心情 不过青少年小说《天使生物畅销》作家 卡珊卓拉·克雷尔 在小说《混沌魔器》里 安排主角到哈查兹书店买双成绩的剧情 可能才是掀起买书热潮的源头 抖音短影音造就经典文学的销量 让书店和书商始料未及 在买书和读书风气日益低迷的年代 社群媒体和短影音成了书商行销的新管道 发掘出爱书的年轻客群 以爱书人为主的Booktop抖音社群 在美国有超过八成的读者 年纪在34岁以下 而2020到2022年间 Booktop作家的书籍销售总量增加超过三倍 只是新书不一定能受惠 设取媒体作为行销工具各有利弊 但对大脑尚未发育完成的青少年和儿童来说 长期观看15秒上下的短影音并不是好事 许多项研究指出 儿童频繁观看TikTok、IG和YouTube短影音 脑部发育会受到影响 包括缩短专注力的长度 对于无法立即带来视觉和认知满足感的内容 也会失去耐性 形成专家所说的抖音脑 脑部负责高度认知和冲动控制的前额叶皮值 平均要到25岁才会发育完成 学童频繁地观看这些娱乐性的短影音 会刺激大脑持续分泌多巴胺 时间已久甚至会出现上瘾 包括冲动控制力的发展 和需要高度专注的学习能力都会受到影响 YouTube影音平台寄出了观看年纪限制 以及未成年少年的收看警语 而专家则建议 家长应该要减少儿童频繁观看短影音 并且增加游戏、运动以及亲子共读的时间 帮助孩子培养大脑的专注力 公式新闻章属分编译 因为住房成本高涨 今年美国无家可归者人数 达到了58万人的历史新高 比起去年多了11% 也创下史上最大增幅 而这些无家者中大约有三成在加州 许多人无法负担租房、改租、露营车来住 也形成了大量临时车队社区 助长贫穷、卫生、安全等等问题 电影《游户人生》描绘了底层困境家具 加州州政府四年投入了175亿美元 但是仍然无法有效改善 露营休旅车曾经是无忧无虑的度假生活象征 现在却越来越反映出繁华加州黑暗的一面 从08年金融海啸到新冠疫情爆发这些年来 越来越多人负担不起住房 只能以休旅车为家 艰苦度日 洛杉矶的巴罗那湿地生态保护区 一条通往威尼斯海滩的道路 过去几年从官鸟圣地变成无家者的露营车营区 这群车居足有社区意识 彼此互相照顾 布置家园 养宠物 冬天砍树烧柴取暖主食 吃喝拉撒都在这里 但贫穷 卫生犯罪问题随之升高 面临当局清场驱赶的危机 但如果名下有台露营车 而非参丰入宿住在帐篷 也会限制他们获得社福补贴 离开街头的机会 电影《游牧人生》描写大龄车居足 追逐打零工机会而居 有着凄凉的失忆 但现实煎熬有增无减 华盛顿邮报报导 2022到23年间 美国无家可归者的人数达到58万人 比前一年多了11% 人数跟增幅都创历史新高 富裕堪比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的加州 就占了其中三成 光落山基郡就有7万人无家可归 车居足上万人 露营车包租工无论合法非法都生意兴隆 好莱坞山脚下的森林草坪大道 谷歌所在的山景城 富豪聚集之地格林 也都非法停靠大量露营车 成为贫富差距鲜明对比 今年6月 洛杉矶住房平均月租直逼3000美元 和台币超过9万 疫情期间禁止驱逐房客的措施早已结束 以后薪资成长落后于通膨 导致大量领基本工资的劳工 甚至有正职工作的白领都付不起房租 只能睡在自己车上 或选择月租1000美元以下的露营车 长期无家可归也让这些人出现精神问题 调查显示三分之二都受忧郁症 焦虑症所苦 为解决过多的车局组问题 洛杉矶市府安排社工 协助他们住进汽车旅馆 发放500美元礼券还提供代为脱掉销毁老露营车 另外也加强监管破旧露营车的交易 但汽车旅馆住满30天期限后该何去何从 平价住房的配额何时才能轮到自己 仍然让他们不安 加州州政府过去四年已经花了175亿美元 试图解决街友问题 规划2030年新建250万套平价住宅 也拨款支持地方政府购买汽车旅馆或闲置的商业建筑 加以改造但无家者人数仍然持续上升 州政府表示要连心理治疗双管旗下 才能让街友长久远离街头回归安定 共事新闻是汇中斌 中国大型地产开发商碧桂园传出债务违约 随后中融信托也爆出投资房产失利爆雷 引发投资人恐慌 这也是在2021年恒大债务危机之后 中国房地产再次的陷入困境 有专家就指出中国必须改变现行房地产商业模式 而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率恐怕会低于4% 众多投资人聚集中融信托建筑物周遭 纪念不断高喊还钱 还一度引来警方制止 上周外媒公开这段未知来源的影片 之间隶属于中植器集团的中国第五大信托业者 金船投资房产失利爆雷 近期陆续由投资人收到产品已停止对付通知 金额恐达1.5兆台币 但这并非第一波危机 房子才盖到一半 号称中国房产模范生碧桂园 在全国三十一省都有建案 八月八号却传出无法支付 两千两百五十万美元债权利息 股价也跌破记录 而二零二一年就陷入债务危机的恒大集团 本月十八号则向美国纽约申请破产保护 当年恒大曾是中国最大地产开发商之一 如今看来却是中国一连串房地产风暴的冰山一角 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快速成为了 成长 各地房子一栋接着一栋盖 但房地产业却也因此过度扩张 建商只能继续借贷 继续盖房 深信能填补债务黑洞 而房价也一路涨到天价 不料二零一六年中国政府出手打房 提高建商借贷限制 导致像恒大这样不断借贷盖房的企业 最终因无法介入新债而陷入债务违约 房地产一旦崩盘 资金主要投入不动产的地方 金融体系将难以支撑 并波及存户 经济专家指出 毕贵源多数建案集中在中国三四线城市 疫情后地方经济恢复 不如一线城市快速 加上当地原本就可能存在 人口外流问题 房市买气自然就不乐观 恐引发后续一连串危机 不过相较于各界担忧卷入更大风暴 中国政府对此却没有多做解释 仅用一贯立场描述事实而不过度忧虑 随着市场调整机制逐步发挥作用 房地产政策市场的政策的调整优化 房企的风险有望逐步得到化解 少数西方政客和媒体放大炒作 中国以后经济复苏进程中存在的阶段性问题 最终难免被现实打脸的命运 外媒报道房地产风暴之外 中国还有许多过度建设现象 导致贫穷省份未偿债务不断累积 其他如制造业活动萎缩 新年失业率屡创新高 也都是当前严峻的经济难题 预估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低于4% 公事新闻梁言编译 泰国新政府领导人历经三个月的政党协商 三轮的国会投票 终于在这个星期尘埃落定 现年61岁政治经验薄弱的地产大亨ZETA 在维太党的支持下 当选了第三十任总理 而就在国会投票的几个小时前 维太党的幕后金主前总理戴可新 结束海外15年流亡生活风光返国 也引爆了与军方利益交换的争议 2006年被军方逼下台 两千零八年又因为司法案件缠身 选择流亡海外的泰国前总理戴可新 结束15年的海外生涯反抵国门 出现在媒体镜头前的第一个动作 是恭敬的向泰王瓦吉拉龙宫的肖像献花跪拜 曼谷朗曼机场航夏门外聚集了好几百名的红山军 其中不乏大老远从东北部或是最北的都府青来赶来的死忠支持者 警車開道下代客新車隊行進的道路 兩旁 都有支持者揮舞標與旗幟 歡迎 她第一站前往最高法院 報導 三中成年貪婪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合併執行八年 隨即被帶到曼谷監獄 入獄十二個小時 隔天凌晨 就被判定健康亮紅燈 從監獄轉入 醫院觀察 近代泰王的特赦令 免除她八年的老獄之災 她曾經在那邊 從監獄中有助理 她幫助她的保護環境更好 但現在 我沒有看過她的好處 因為她的家庭 和他的婚禮 令我感到很感到的 她只想看得到好處 她會被判定 一天被判定她一天被判定被判定 她可以用來封屬任何優勝 她是超級外國的民主 在這天 國會參選兩院 兩院 第三度就總理人選 進行表決 戴克辛德維泰黨推出的總理人選 現年六十一歲政治經驗薄弱的地產大亨 賽塔順利獲得參議院軍系人馬的支持 當選第三十任總理 五月十四號的國會大選 民主改革派領袖四十二歲的皮塔 所領導的前進黨拿下了一百五十二席 首都曼谷全數三三席 前進黨就破天荒地包辦了三十二席 選後皮塔信心滿滿以準總理的姿態 頻頻接受國際媒體專訪 暢談計畫推動的種種民主改革 像是修改刑法一百一十二條 也就是最為各界詬病的冒犯君主罪 修憲防止再有政變 以及支持LGBTQ婚姻平權等政策 但在軍系政黨的杯葛下 皮塔始終沒辦法在參議院 獲得足夠的支持票數 反倒是指控他持有媒體股權 違反選舉法的司法案件越演越烈 前進黨從選後的第一高票政黨 退居為在野第一大黨 皮塔本人甚至連眾議員的身份 都可能不保 而選前信誓旦旦 不會和親軍方政黨合作 懸後拿下一百四十一個席次 成為第二大黨的維泰黨 這是為了取得執政權背信 選擇和軍系的公民力量黨 團結建國黨合作 籌組大聯盟政府 讓外界再次見識了什麼叫做政壇 戴克欣家族的投機主義引起許多人的不滿 國家發展管理中心的民調顯示 有高達六成的受訪者 反對維泰黨和軍系政黨合作 還有憤怒的支持者聚集在維泰黨曼谷總部門前示威 把鮮紅的假血潑灑在戴克欣的面具上 提醒他不要忘記二零一零年支持者 為了他走上街頭 遭軍方開槍掃射的流血事件 公視新聞網紅編譯 感謝您的收看也請鎖定明天晚上七點半 全球現場漫遊天下我們再會 MING PAO CANADA GEM PENTREM MING PAO CANADA